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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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晚上的你干吗 我不干吗呀 看你过来跟你开个玩笑 大晚上的婴儿姑娘打算去干吗呀 我 我 我们姑娘饿了 我去厨房安排点宵夜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姑娘 您为什么突然想要学馆帐啊 大娘子善于经商管账 跟着这样一位老师能多学点本事总是好的 说不定以后我就自己当掌柜开铺子了呢 这罗府家大业大的 哪用得着姑娘抛头露面去赚钱啊 这世事无常 身为女子 还是应该多为自己做点准备 你今天也累了 早点回去歇息吧 姑娘 雪之不在 我去打盆水给姑娘洗漱 嗯 我去打盆水了 我去打盆水的 我去打盆水 真正打盆水 我去打盆水 吓你 这时间都会这么做 啊 真的 如果你 就是 没ora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某屋里有人来过 有人 我出去看看 等等 老太爷的松柏图闻名义势 想必意境非凡吧 只可惜我无缘一剑 要是能日日临摹一下 必能有所增进 难道是他 这是在婴儿山上发现的 里头还有一些粉末 扔到海棠宴去 找一个不太明显 也不太隐秘的地方 确保七姑娘可以发现 明白 好 父亲 你不要读书 把手伸出来 干吗打我 第一 你见我不行礼 第二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许见我 你说你要读书 轩哥都已经在学堂读书了 我也要读书 你不能读书 因为你没有资格 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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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而识习之 学而识习之 乌亦悦乌 乌亦悦乌 有朋自远方来 有朋自远方来 乌亦乐乌 乌亦乐乌 乌亦悦乌 学而识习之 不亦乐乌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乌 那你这个朋友从何而来呀 你天天来偷听我上课 都跟我这么熟了 怎么害怕我呀 这都放课了 你还留在这儿读书 是个爱读书的好孩子 我父亲不准我读书 他很不喜欢我 我是天天溜过来偷听您上课的 那这都到吃饭的时候了 你还不会去吃饭哪 我家里没人管我 来 坐 饿了吧 给 来 孩子啊 你知不知道 有一种鸟 它三年不展翅 但非必冲天 虽无名 但名必经人 胜败兵家世不期 包休忍辱 世难而 记住 只要你不堪秦自己 然后刻苦努力地学习 总有一天 你会 翱翔于九孝之上的 好 老师与我 如同再生父母 若我老师当日教诲 却不会有今日的我 他蒙收冤屈 寒冤而死 我定量替他讨回公道 大嫂 大嫂 大房那边要是有什么需求 大可过来找我 多谢弟妹 我们大房没什么需求 回各位娘子的话 老夫人身体已大好 只是今日有些乏 说问安还是免了 还请各位娘子姑娘 先都回吧 请母亲多加保重身体 徐妈妈 祖母可是又犯病了 要不要请李大夫来 琳娜娘子 七姑娘放心吧 老夫人就是 昨晚吃了些甜食 睡晚了 今日有些贪睡罢了 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莫论他人是非 管好自己就行了 是六妹先起的头 我就随便问了一嘴 可是母亲 这长家之事 为什么不交由我们大房管 虽说父亲的官职 不如二叔父高 但您出身名门世家 外祖父还曾是汉林院院士 这怎么说 您都比林大娘子更有资格 对啊 而且这乔小娘 还是个妾室 还长家了这么多年 够了 我啊 为娘不想管这些闲事 我就盼着你们 个个都争气就行了 可看看你们现在 每天人云亦云 与世锦之父有何区别 回去 各自给我超十遍女剑 七姑娘 这是 这是大娘子 看你们屋里炭火不够 又给你们补齐的 三哥之前受过风寒 还是要多多注意保暖才好 多谢七姑娘 怕是七姑娘提醒林大娘子的 不必客气 本来呢 我是要带点点心过来的 可是 昨夜我屋里进了小贼 现在正在排查呢 这可不是小事 白管家知道吗 我瞧了瞧也没丢什么东西 暂时就先别进洞府里了 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小心为上 不用担心 重要的东西我也都上了锁的 那就好 三哥这院子里的盆栽 长得都可好 七妹若是喜欢 稍后我让绍安拿几盆过去 好 那就谢谢三哥为我挑选了 这盆栽长得真好 好 这盆也好看 我喜欢那盆 这盆是稍安之前捡坏的 我还想等它再长长一点再修 我倒不觉得 我觉得它颇有异景 虽然它有些杂乱 但有种蒸蒸向上之意 你看 它这个地方 我要是剪上两个灰溅的小人 是不是有一种玉比天高之意 齐妹真是颇有大志 玉比天高 还是齐姑娘懂我 好 那我就再修剪一下 稍后给你送过去 那就谢谢三哥了 我先回去了 好 公子 这七姑娘对我们可真好啊 来看脚印的 脚印 什么脚印 我昨天晚上留下的 采了香辉 公子 原来你也会失手啊 那她刚刚没查出什么吧 不过没事 公子让我把婴儿的香囊 给扔回去 说不准 她们会以为那脚印是扔香囊的人留下的 那你就小瞧这七姑娘了 方才我观察脚印 鞋码确实是一样的 可是相同的鞋码 府内的男子没有十个也有五个 我不能断定就是吉莫轩的 可能的确是我多心了 她一直以来对祖父的话都颇有兴趣 而昨夜刚好被动过的又是那些话 姑娘 早上丫头们打扫的时候 在桌子底下发现了这个 这香囊不是我们海棠院的 看着针角 的确不是我们院子的 姑娘 我曾见过碧莲阁 婴儿绣的香囊 和这针角相似 姑娘 这个香味不太对劲 会不会是昨夜那个小贼落下的 其实她起疑了 一个脚印也证明不了什么 但就是她把话给藏起来了 这以后想要找 就不容易了 这七姑娘也真是的 我们又不是她的敌人 她干嘛防着我们 在这个府里面注意点 是没错的 说不定她看见那个香囊 会明白是我们给她提得行 希望这七姑娘能聪明一点 不然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接近她 别东西没到手 又被乔乔娘送回别院去了 没那么简单 乔乔娘这回是碰到硬茬了 修完了 拿走 是 对了 雪芝 这香囊是在哪里找到的 在香炉旁的桌子底下找到的 他们扔了药粉 为何会把香囊放在桌子底下 这么鲜艳的位置 兴许是坐在心虚 毛手毛脚地落在那儿了 与其说是被落下的 倒更像是 有人故意放在这儿 姑娘的意思是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有人在帮我 姑娘 姑娘 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这是一种药粉 沾上便会起疹子 不过不至于威胁生命 这碧莲阁的人存心想要害我 看来 我也该给他们找点事情做做了 月产那边是不是已经解禁了 是 但小娘的身体一直不适 都没出过院子 二爷要去看看吗 不必了 你去找个大夫 给他瞧瞧去 是 父亲 你不在自己院里待着 跑出来坐身啊 我刚给林大娘子送完盆栽 准备回去了 你倒是挺会见风使舵 满脑子的心眼 你这秉性不单的样子 让我想起来 父亲 我去 着急忙忙地坐身啊 父亲 您去看看小娘吧 小娘她 我已经让白管家去请大夫了 到时你 内宅的事情少管 好好读书 你知道为父对你的期许 孩儿明白 但是父亲 小娘解禁之后 因为自责病情愈发严重 小娘这也是心病啊 您去看看她吧 怎么了这是 别动这个 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别拿 别动了 姐 你看我打不死你 你 你看我打不死你 我 我去 这位是 这 这个是我最小的弟弟 我六弟弟 你 六弟弟 你该叫我六舅舅 这位就是我心里经常跟你提起的七姑娘姨宁 打招呼啊 七 万少女 六姐姐好 别怕 富贵真是喜欢你 富贵 这名字倒是挺别致的 自然 我这鹅的名字取自一首诗 生前富贵草头鹿 身后风流沫上花 意思是说啊 这人间的富贵啊 根本就不足挂齿 不足留恋 你 六舅舅 好财学 什么好财学啊 整天就不走正道 我父母啊 是老来得子 全家对他寄予了厚望 可这个人呢 从十岁以后 就开始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真是为他草碎了心 这不是想着 罗府是读书人家 所以把他送到我这儿来 灌了沾沾罗府的书香气 七华生女啊 久仰你大名了 今儿见到真人了 六舅舅严正 对了 送你一个礼物 我自制的桂花头油 怎么还有啊 您让我看看是不是还有 姐姐姐 母亲 你别弄了 别弄了 你让我看看 都碎了 你让我看看 别弄了 别弄了 你还赶紧 我的飞如 我的艳势 我刚挑出来的 别弄了 母亲 你都碎了 我找你有重要的事 晚点回来我再收拾你 还有你 走吧 母亲 晚点我再回来收拾你 富贵 真是气死我了 母亲 您也消消气 我来找您 是因为乔小娘的事情 她又怎么了 这怎么财姐姐这么不消停呢 不是的 是因为上次您给我的账目 这账本我都看过了 里面的云锦 人参 茶叶 还有燕窝 确实都记得不清楚 我去库房也对了 就是对不上的 还有我们家租出去的店面 比其他店铺租出去便宜许多呢 你看 一点就通 还是聪明 瑞香 去把乔小娘叫来 我要跟她对账 是 是 母亲 我还有一事要求你 怎么能是求呢 说吧 我想要一位老妈妈 老夫人不是刚给你院里 送去四个妈妈吗 怎么 用着不称心啊 不是的 我想要 乔小娘院里的李妈妈 那我给你想想办法 是吗 知不知道 林大娘子找我们什么事啊 只说让您过来 没说缘由 这个林大娘子自从管了家 三天两头地找我麻烦 待会儿要有什么事 直接去找二爷啊 拜见大娘子 小娘 头还是疼 小娘您没事吧 头 头特别晕 慢点 坐下舒服了吗 舒服多了 谢谢大娘子体谅 我今天找你来呢 是有两件事 第一 这府里各房各院的丫鬟和妈妈 是有定数的 这个你都知道吧 知道 你一个妾室 房里有八个丫鬟 六个妈妈 比我一个正式房里的下人还多 就算老爷再宠着你 这也说不过去吧 大娘子说得是 可妾身有孩子 妾身有两个孩子 这下人多了点 有道理 不过也就两个孩子嘛 对吧 我觉得不如把宜莲和宣哥房里的下人 都撤了吧 这怎么行呢 这怎么能撤呢 我这也是按老祖宗的规矩办事 你是觉得不妥吗 大娘子说得是 那就按照大娘子说的办 瑞香 大娘 带人去碧莲阁整治吧 是 第二件事 既然罗府现在是由我来涨家 那我们俩就把之前的账对一对 你们干什么呢 趁你小娘不在 就敢斗我们碧莲阁的人 小心小娘回来 剥了你的皮 乔小娘现在在彩服院伺候着 一时半会儿怕回不来 妖儿姑娘要不要跟我回彩服院 问个名吧 你 瑞香 在这里做生的 回二爷的话 乔小娘院子里的人 比老芬儿院子里的人都还多 大娘子觉得不合规矩 特派弄笔来种植 是 爹爹 这是发生了什么呀 姑娘 他们要把我们的人带走 带走 爹爹 都要带走吗 那莲儿 岂不是连个梳头的人都没有了 还有宣哥屋里的 怎么连宣哥屋里的人也被带走了 大娘子说的 也有道理 这院里的人呢 实在太多了 那请父亲留下李妈妈 李妈妈是从小看莲儿长大的人 莲儿舍不得她呀 姑娘 爹爹 爹爹 姑娘 姑娘 莲儿 莲儿 快去叫大夫 快去 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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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里购买的二十匹云锦 都分发到了何处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大娘子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这些年 你的账都是怎么记的呀 来了多少去了何处 都应该记得清清楚楚 还有 这些茶叶和补品 只有入账 出账写得很含糊 这个月库房都清点了一次 东西确实少了不少 你把我圈出来的这些内容 都整理一下 分发到了何处 记入账册 是 还有 我真是没想到 小娘如此的心善 把我们田庄和铺面 远低于市价的租金 给租了出去 这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 你是给你们娘家人用了呢 大娘子 当时 妾身也是第一次涨价不太懂 因为签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价格就低了点 那做生意也不能赔呀 而且田庄的收成 一年不如一年 我把那些掌柜都换了 底下的人没能力 就应该当机立断地换 毕竟我们罗府一大家子人 还等着吃饭呢 是 官人来了 官人 官人 进来呀 官人是来找小娘的吧 我是来找大娘子的 官人坐呀 官人坐呀 官人你坐吧 官人坐 官人是从碧连阁来的吧 海如啊 这小娘管家 的确有点疏忽 但宜连这丫头啊 从小就是娇养 你突然把她身边的人都带走 她一时半会儿 接受不了啊 我知道官人心疼五姑娘 但我又何尝不是呢 想必官人比我更清楚 齐家治国的道理吧 凡事要没有个规章制度 便家宅不宁 五姑娘已经到了该婚嫁的年纪 等她出嫁以后 必定也是义府的大娘子 应该从现在学起 有己推人 就做到守治 不是吗 大娘子言之有理 那 除了贴身丫鬟和李妈妈之外 都按照你说的办吧 好 怎么样 要起效了没 你到底有没有放啊 奴婢放了 特别是齐姑娘的香盒放了不少 奴婢也不知道 怎么这个药迟迟不起效 会不会 是药粉自身的问题 怎么可能 这可是我找舅舅 花大价钱弄来的 妖母姑娘在等等 真不知道养你有什么用 还在这跪着干嘛 还不去帮我盯着 有消息再告诉我 是 姑娘喝口茶吧 您自从跟大娘子学账后 可真是日日都捧着账本 大娘子为人直爽 但做起账来细心又有想法 我跟着她呀能学不少东西呢 等姑娘学会管账 日后出嫁成了大娘子 长家肯定不再画价 为初德的丫头说话 智不智羞 再说了 谁说我学东西 是为了将来出嫁做准备 我学东西就是为了自己 姑娘若不是为了日后长家 难不成您要经商 可这事能工商 以身份看人最为浅薄无知 若能凭一己之力养活自己 又有何羞愧的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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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香来传话 李妈妈没能带走 我姑娘哭晕过去 求二爷留下 这李妈妈 指不定帮着乔小娘 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 乔小娘看来不会轻易把她给我 姑娘向乔小娘讨要这个李妈妈 是想调查什么吗 当年乔小娘小产 一直照顾她的顾大夫正好回乡 临时就请来了个陈大夫 去请这陈大夫的正是李妈妈 姑娘是怀疑 这个李妈妈知道乔小娘小产背后的真相 不仅如此 当年乔小娘嫁进罗府 就带着这位李妈妈 诬陷我母亲的事情 她一定知道不少 姑娘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 碧莲阁 不是给我下药吗 我们也该回李了 大娘子前用茶 给母亲请安 音音来了 快坐吧 胖死了 来了 给大娘子请安 来了 坐吧 坐坐坐 坐 母亲 你怎么看着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最近忙着给圣人准备寿礼呢 可不是嘛 你刚好提醒我了 瑞香 去把白管家请来 把我们进贡的寿礼再过一遍 是 音音你怎么了 ,不舒服啊 春春真的很痒 怎么 我这么痒 而且越来越痒 啊 七妹妹 你脖子上 怎么全是红疹啊 是吗 都红了 怪不得这么痒呢 金曲你快点看看 还真是啊 小娘 你怎么也起疹子了 哪里啊 这里全都是 那那那脸脸脸上有没有啊 这里都是 有吗 还不快去请李大夫 快去请大夫 给您看看 快点 还有我呢 我呢 快去请大夫啊 李大夫给我也看看呢 是中毒 中什么毒啊 奴婢曾在乡间见过此毒 中毒之人全身起红疹 七痒难耐 内在父兄咽喉 起疹肿胀 可在短时间之内 令人窒息而亡 那 有有办法吗 奴婢这儿有一颗轻毒丸 不知道有没有用 快点来吃上 给我 姑娘 就一颗吗 奴婢只有一颗 那我小娘怎么办啊 你快找一颗出来 来人哪 大夫 来人哪 大夫呢 也不要嚷嚷了 府里没有大夫啊 管家 姑娘 这 大娘子 七姑娘和小娘这 这是怎么了 你宁台不舒服 快去找大夫呀你 五姑娘 能否让奴婢给小娘把把脉 来来来来来 你还站着干吗呀 你早说这句话呀你 你老储在那儿 你快去请大夫呀 还有你们 你们老在那边储着 你说是不是 你不想办法 别站着了 你们这么多人 快去找大夫呀 你这 小娘 死了 小娘的脉象极其微弱 还是 怎么可能会死啊 这只是让人起疹子的药粉 不会死的 不会死的 你怎么知道 这个只是起疹子的药粉 是不是你干的 小娘 我 我有没有毁容啊 陈儿把这些事都交代了 尼莲 你还有什么好辩驳的 爹爹 我没有 我没有 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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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莲儿的性子你是知道的 他从小到大 连个虫子都不敢踩死 怎么可能给人下药呢 更何况 更何况是这种令人欺仰的药物 怎么就被青渠夸大气死成了毒药呢 青渠虽略懂医术 但她毕竟不是大夫 况且当时你俩的症状凶险 诊错也是难免的 还有 满屋的丫鬟妈妈 以及白管家 都听见宜莲说的那些话 官人 这件事情定有蹊跷 若是我们连儿真是害了齐姑娘 为何我也会发作 官人 五姑娘从小最乖巧 确实很难相信 她会做出此等之事 我想多半是她屋里的老妈妈 压缓叫缩的 有的吓人就是看主子好说话 便以老卖老 随意拿捏 大娘子说得有道理 来人 把宜莲坊里的下人 给我拖出去打 是 官人 此事就交给妾身处置吧 您消消气 大娘子 就交给你了 至于宜莲 打三十手板 不许求情啊 大娘子 这二房丢人的事 就不要外传了 把涉及到此时的下人 给我处置好了 老太太大房那边 不许透露半点风声 知道了 爹爹 爹爹 把我这是 川纸 你们 这儿 付出名 你 哪 这儿 看儿子 太痛苦了 多亏了你那个香囊 才炸出婴儿的实话 否则的话 那个乔小娘 不知道又要怎么 把黑的说成白的了 对了 你那个香囊 是从哪儿来的 是有人 过意扔在我院子里的 会是谁呢 现在 我也还不太清楚 那就不管了 这次好不容易抓住 碧莲格的小辫子 可是你父亲 不让伸张 真是气死我了 父亲呢 是最注重颜面的 他是不愿意 让罗姨莲 背上谋害姐妹的罪名 但凡是事情 就有因必有果 这因啊 得一点一点慢慢种 让父亲慢慢看清楚 这母女俩是什么面孔 对了 这次还有个意外收获 我已经把李妈妈 带出碧莲格了 不过她挨了板子 需要养伤 等伤好了 我就把李妈妈 给你送回院里去 多谢母亲 都肿成这样了 阿娘 疼 你为什么擅作主张 今天若不是我中了招 荒了手脚 差点中了那个死丫头的道 你知道吗 阿娘 我只是想要罗姨莲生病倒下 大娘子不就少了个臂膀吗 况且 我看不惯她们那么欺负你 于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咽不下 你也给我往下咽 你得先把气往下咽 你再想办法 你知不知道你接二连三地消耗了多少 我们母女俩在你父亲心里的情谊呀 女儿知错了 把这个丫鬟拉下去 打二十大板 小娘 是 小娘饶命啊 阿娘 这婴儿已经 在大娘子那儿已经挨板子了 我们碧莲阁 容不下出卖主子的下人 小娘 奴婢是万万不可能出卖姑娘的 今日之事 是林大娘子拿出香囊炸我 我一时慌乱才中了劫 奴婢是万万不敢出卖姑娘 她怎么有你的香囊 我记得当日在海棠院 我撒了药粉之后 就将香囊收起来了 奴婢也不知道 怎么会在林大娘子那里 阿娘 你就饶了婴儿这一次吧 我身边也只有这么一个 贴心的丫头了 你可是从小陪着五姑娘 长大的丫头 你今天看着她做了错事 你还不知体敌 为了让你长点记性 挨手掌 你免不了 那你们轻点啊 来 来 你过来 坐下 来 让我看看你的手 来 莲儿 我们母女俩 熬到今天 这么多年 真的是不容易 你吃了那么多的苦 眼看着你父亲 慢慢地偏爱我们了 娘就算求你 你能不能为了你自己 为了我们这个家 再忍忍 好吗 你 女儿知道 今日之事只当是个教训 切记切记 下次不可任意妄为啊 对了阿娘 李妈妈被大娘子的人 带走了 怎么办呀 李妈妈 李妈妈知道的太多了 她会乱说话吗 啊 什么 迷离不说 心跳里 有光的下落 寻着时光的脉络 总是沉涡 为你为我 为追寻一个结果 宁愿的复活 只为冲破夜的放锁 宁愿的坠落 把命运折过 宁愿的无果 把我成为你的依托 又何惧化为泡沫 爱是拼肩的漂泊 天涯终会有下落 哪怕做尘埃微弱 也要飞舞自己的闪烁 穿过不尽的烟火 踏平风波 为你为我 没想过笑笑哭泊 宁愿的复活 用过一瞬照亮更多 宁愿都放过 到思念帮我 宁愿都无果 只要成全爱的辽阔 又何惧化为泡沫 海水并结霉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